专案小组人员进入茶行门市 查获这些混冲廉价越南茶叶的台湾茶 行事局方面表示 今年5月与双北基隆与嘉义警方合组专案小组 针对高风险茶行进行清茶 再将其产品送至农业部改良厂进行鉴定 结果发现有两家茶行 涉嫌以低价的越南茶混冲台湾乌龙茶 再以台湾茶名义高价出售 报赚10倍以上 这两家茶行呢 涉嫌境外茶补充台湾茶 并在网站上及产品的包装上 标注着台湾 产地是台湾这种标注 对外贩售 已经违反妨碍农工商及诈欺的罪名 严重影响消费者及可把长农的权益 警方出了茶扣近200斤的境外茶与分装工具外 已把涉案的两家茶行负责人与员工共7人 依妨害农工商及诈欺等罪嫌移送地检署偵办 刑事局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茶叶时 要认明产销履历标章 以确保自己权益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